随念自由 祂度化众生 有无限的方便 成佛远大的目标 即将到达 所以叫做远行地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生命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弥陀佛 应该说是非常的荣幸 有这个机会来这里跟各位一起成长 刚刚法师介绍我说 我事件的学问是经济学 在学校里面我是靠经济学吃饭的 可是我呢 我有时候跟人家讲 我有点不务正业 原因是 我觉得 事件的工作让我有一份收入 但是我更欢喜的时间 是用佛法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一起来成长 因为 我大概从我开始懂事的时候 我在问自己一个问题 人活着干什么 我做这些事情干什么 尽管一路上 一路上我很努力的 想要去找生命的答案 然后呢 想要去证明自己是有用的 我曾经也去 应该说是在那个年代 197几年 我考上 我是学经济的 我考上外交官 然后我在外交部工作了好几年 然后我看到那一条路 继续走下去 我知道 应该是工作也好 所得也好 应该还算是不错的 可是 我在1985年 在国外的时候 我就把工作辞掉 然后 就去流浪 我都跟人家讲我去美国流浪 很多人说 你不是啦 你去美国读书的 跟各位说 我去美国读书是 做一个房子啦 因为我有个目标 在那里 我想要把它做完 但是呢真正的原因 是我对于生命的问题的很多的疑惑 还有包括对于我在这边做这些事情 到底有什么意义 那后来我流浪到了纽约 然后到了东处禅室 碰到了我的老师 也就是我的师父 圣言法师 然后我生命所有的疑惑 就在这个佛法里面找到了答案 所以我今天来跟各位来这边分享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我们光德士这边提供的 那也感谢我们乌瑞法师 他非常词别允许我选这个题目 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题目 来跟各位一起来做分享 这个题目是做自己生命的贵人 你们手上都有一个大纲 那个大纲里面 是我今天会跟各位一起来 分享的几个大的纲要 第一个 什么叫贵人 贵人哪里找 那怎么样做自己的贵人 那这个部分呢 我特别跟各位来分享就是 消三丈烦恼 然后呢 除了要消 发愿要消三丈烦恼 应该要发愿 然后要学证件 修正行 赢证命 这才是做自己生命贵人 应该要努力的方向 然后不只呢 最后 要跟各位分享是 不只做自己的贵人 也要发愿做别人的贵人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只管理自己 那个心力不够啦 周围那么多人在受苦 你看到那么多人跟我们一样在受苦 我们要是有能力去帮助到他们 我们呢 就有办法 我们的心力就会源源不绝 所以呢 最后是跟各位分享的是 做自己也做他人的贵人 那我相信啦 这个贵人 这个是很多人 从小到大都听过的 那什么是贵人 各位 你们从小都听过了 这个贵人贵人 什么是贵人 能够帮助自己的人 能够帮助自己的人 讲语里面有一些地方小小变动 如果没有 你们就有用把它寄上去 因为我编那份讲义的时候 编完那时候 家父住院 所以我在很忙的时候呢 这个编出来 然后 之后呢 前两天 我又看了一下 有一些地方小小变动 万一有小小变动的地方 你们就自己补充一下就好了 我先用一个观念跟各位分享 各位都知道早起的鸟儿怎么样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可是呢 当早起的鸟儿碰到鸟儿呢 我们一定是被虫吃了 可是 假设今天我们看到 一个早起的鸟儿 这个 在这个地方结果碰到一只鸟 还跟它很快乐 跟它一起分享这个 它的这个 早餐 你说 对这只鸟儿来讲 那个鸟是什么 就是它的贵人嘛 所以所谓的贵人是什么 我们简单来讲就是 当你呢 能够帮助你在绝处逢生 或在你那个生命的困境 让你能够转得过去 让你那些所谓的苦恼 你的担心能够放下的人 那这就是贵人 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生命呢 碰到困境的时候 能够帮助我们 从那困境走得过去 而且还能够平安快乐的 所以我用这个早起的虫儿 这很多人都心里头想到了 早起的虫儿被鸟吃 如果早起的虫儿不被鸟吃的话 碰到鸟不被它吃的话 那一只鸟就是它的贵人 是不是这样子 就是呢 碰到那种生命绝境的时候 能够呢 有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 让我们呢 过得平安快乐的 这就是贵人 好 那为什么我们都会 一直在祈求贵人 我们为什么需要贵人 因为人的一生当中 有很多的事情 是会让我们呢 感觉到那种 所谓的生命无力的时候 我们生命无力的时候很多啦 从呢 开始懂事 到呢 年纪牙学院也长 生命无力的时候 非常非常多 包括什么 包括呢 生命过程当然会有困境 事业会有危机 然后呢 这个生活上有烦恼 更多人是感情出问题 然后呢 身体一定有病痛 再怎么样的人 一定会有病痛 在座从小到大都没有生过病点 有没有 应该没有 对不对 这个叫我们佛话讲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无常嘛 世大 世大失调的时候 就一定生病 好 那还包括什么 家庭的不圆满 每人都希望家庭幸福圆满 可是呢 就会出现家庭不幸福不圆满的情况 那 融融融融一大堆啦 生命当中 会让我们心不安的时候有很多 那简单一句话讲 就是什么 世事不尽人意 对不对 不尽如人意 所以呢 会出现需要贵人的时候 通常就是 我们呢 生命周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呢 跟我们原先所想象的 或者我们所期盼的 不一样的 那不一样的时候 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比如说事业发生困难 或者呢 家庭呢 生活出现一点点这个摩擦 然后呢 闹到很不愉快 怎么办 各位 知不知道 这个 有很多人都说呢 有些人 年轻不会想要离婚 到了六十几岁 退休之后 两个夫妻就开始怎么样 开始吵架 要闹离婚了 为什么 有一个学生 我刚刚前不久还跟我讲说 他家里头 两个 爸爸妈妈 他们孩子现在已经都上大学了 然后 这个 妈妈都在家里头了 然后爸爸退休之后 每天在家里头 到最后两个人要闹离婚了 我就问他说 那 是不是 有第三者介入 他说不是 因为两个人实在是 长期累积的问题太多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当 退休之后 家里头有一个人每天 就躺在那个地方拿摇控器 然后呢 就站住那个沙发椅 变成家里头 另外一间大家具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一样的空间里面 摩擦会不会增加 一定会吧 碰到这种需要 闹到要离婚的时候 会怎么办 一定有很多人 我们讲这个 各位生长都看得太多了 你们有些年纪比我还要大一点 就算没有年纪比我大 你们看得也很多 我们看到的是 当生命碰到困境的时候 很多人会想办法 去 想要对这个生命的困境 找答案 或者要找出路 好 那这时候 就开始出现什么 想法去找贵人了 那请问贵人 通常我们都去哪里找 我们的贵人都去哪里找 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第一个 我们看到有很多人 怎么样 报纸分裂广告 就看到呢 那种开孕解恶 对不对 还有怎么样 还有呢 他会说佛度有缘人 你来了 我就帮你 事业有问题了 我们看到很多 那个地下钱庄 就写佛度有缘人 这个赶三年半来 我一定帮你 那当然他帮你 后面代价很大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是一个 这个 去报纸分裂广告找 这样找来的贵人 是贵人吗 可能 让你暂时觉得有点那个 可是后面的烦恼更大 对不对 这是一个 再来 有些人就去网路搜寻 这个 现代人 不靠 报纸分裂广告 靠的是网路 那网路上 你会看到 你只要去Google找一下 你用贵人两个去找 你会看到 什么贵人线 贵人开孕符 网路上卖给你这个 贵人开孕符 帮助你可以走过 走过那些危机 那呢 另外有些人说呢 我只要跟对的人 就可以找得到贵人 那请问 怎么样才叫做跟对人 就算你跟对人 但是呢 被人家嫌怎么办 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再来 有人就讲了 尤其做圣经的人讲 就是说人卖通钱卖 所以只要有钱 就可以让贵人找到你 有钱可以让贵人找到我们 那你跟刚刚前面讲的 你去碰到那些什么开印解恶的 也花了钱 也让贵人就出现 那可是这些钱都花了 真的就心里头就平安了吗 我们的困扰就没有了吗 所以呢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 在香港 台湾没有 在这有没有香港来的 香港呢 在这个街头上 会有路边摆个摊子 这个傍晚的时候 下班的时候 叫做打小人 把你讨厌的人名字写在那上面 用力打 用力打 然后从某个角度来看 那个有什么好处 发泄啦 发泄完之后 对那个让你心里头不舒服的人 这样打一打 发泄之后心里头会比较愉快一点 可是打完之后 把小人打跑 贵人就出现吗 应该也不是啦 应该 我想那个有功用 唯一有功用就是心里头 那种所谓发泄的功用 所以呢 贵人到底在哪里 那很多人就开玩笑 所谓的贵人就是贵着求来的人 贵着求还可以求得到的话 那是很有福气的啦 通常贵着求也求不到啦 所以我这边用两个短短的 一个是最近才发生的新闻 一个是这个纽约的一个 五星级饭店的故事 来跟各位一起做分享 这个新闻是今年的6月10号 就那时候我在编讲的时候 我看到我觉得 我们拿来做例子来谈 另外一个是纽约的 Waldorf Astoria New York 他那家大饭店有一个传说 那这个新闻讲得很快 各位可能都看过 就是一对年轻夫妻切钱了 切钱大家都 偶尔都会有一个所谓 嘎不过来的时候 这对夫妻切钱了怎么办 就是抢 然后呢 抢了一个工地的一个女的主任 抢到30万 30万很大一笔钱耶 结果抢到之后 17个小时之内 应该没有记错 17个小时之内就被抓到了 OK 对他来讲 能够找到有这样一个人 让他呢 意外的拿到30万 这是很大的一笔钱 但是 可是后面 马上被抓 所以他那30万不只享受不到 还要受牢狱之灾 再来 另外一个故事 是纽约的这个 Waldorf 就是华尔道夫旅馆的一个传说 这个传说呢 我不曉得各位有没有去过纽约去玩过的 这个华尔道夫 这个旅馆在什么 在那个Mittang 就是Grand Central的往上 中央车站 各位听过纽约中央车站 中央车站 中央车站在往北几个路口而已 在这个中央车站在42街 那么Waldorf在49到50 那在Park Avenue上面 这是他这个饭店的角落的外观 这是他呢 另外一个侧面的一个图片 那这是他正门 各位看到这个旅馆 建于 它是很长很长 就已经建过 可是在193 这个现在看到是1930年盖的 那1930年盖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全世界 那个所谓的楼层最高的五星级饭店 那我们看到了 今天的第二次事实大战之后的 一些的合约的 那个谈的过程 都在那个饭店里面去谈出来的 那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 这个圣公会的一个教堂 那这两个基本上都变成纽约的一个地标了 那我要讲的是 这个饭店的故事 传说啦 这个饭店的主人 这个饭店叫做 Wild of Astoria 那这是他主人的 启舰人的姓 他那个启舰人 叫做这个 William Ward of Astor Astor是他的姓 然后呢 跟另外一个就是George Bolt 这两个人的故事 那个故事是说呢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 那个William 他就是在这个 Philadelphia在费城 去费城呢 要住旅馆 可是风雨交加的晚上呢 费城的旅馆都住满了 他就到一个旅馆里面 那个柜台就跟他说 抱歉我们房间都满了 可是附近的旅馆也都满了 我实在找不到地方给你 那你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有一个旅馆准备给我睡的房间 那我今天晚上值班 我不会睡 所以你如果不介意 你们两夫妻去睡我那个房间好了 好 那他就让他们睡了一个晚上之后 第二天早上 这一对夫妻要离开了 他就去跟那个柜台的那个 就是那个George跟他说 谢谢你让我睡你的房间 我要付你多少钱 然后他说不用钱 因为那本来就是旅馆准备给我休息 我那个晚上值班我不需要 所以呢不用钱的 可是他坚持要给钱 他就说我不要 结果那一对老夫妻就说 好了你这么好 你是旅馆的这个服务人员 态度这么好 那我以后我帮你盖个旅馆 让你进行好了 结果几年之后 这个George就收到一封信 然后一个邀请函说 这个旅馆要开幕了 请他过去 不只请他过去 还请他去那边工作 他在这边工作之后 自己慢慢也发展出来 自己的另外一个系统的旅馆 所以我的意思 我讲的是两个不同的一个例子 一个是什么 缺钱的时候去抢人家 另外一个是这个 他在那边工作 但是呢就是这样 不建议当中帮了人 然后最后就得到了 这样一个所谓 五星级饭店的一个经理的工作 好 所以我们的结论 这个大家都不要更清楚 我们不安好心 而得来的东西怎么样 无福销售 虽然我们希望贵人 可是任何不安好心 不用正当方法 去得来的东西 是无福销售的 那另外的 尤其那个George 跟那个William 两个人的故事 你想要别人帮助 别人帮助很重要 但是自己的态度更重要 从我们学佛来讲 叫做什么 主观客观的条件 主客条件 对不对 那叫姻缘 所以呢就算有人 应该这样讲 身体很虚 可是有人给你补 给你补要补就一定好嘛 要看自己受不受得了 对不对 所以呢就算有人愿意帮助我们 我们要自己有足够的能力 人家才帮得起 好 所以呢 这些通常 大概这样 我们呢有点年纪的 这样讲一讲 应该都可以了解 但是呢 碰到状况的时候 我们有些时候 还是免不了要抱怨一下 抱怨什么 特别是这个越是自己 觉得能力还不错的人 通常会抱怨 有了高学历 怎么样 还会被人嫌没有能力 虽然有很好的学历 还被人嫌 对不对 那呢 有了好的能力 又被人嫌 说你不够努力 然后呢 那你不管有高学历 又有能力 有些人说 有高学历又有能力 可是呢 不管如何努力 都不如什么样 贵人一通电话来得有利 意思是 再怎么样努力 再怎么样条件好 都还希望出现贵人 可是 这个贵人真的等就等得到嘛 我想等一下 我们用佛法来看这个问题 好 所以呢 很多人 碰到生命 这个 那种困境的时候 就会问一个问题 贵人啊 你在哪里 很多人都会问 尤其在很闷的时候 可是各位 觉得这样问 解决问题吗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问这个问题 大大 你问错问题了 大大是现在年前人 网路上用的话 大哥的意思啦 你问错问题了 为什么说 问这个问题是问错的 碰到生命困境的时候 问说 贵人在哪里 为什么说 这个问题是问错的 错在哪里 我们有没有想过 好 底下再错 我们说 回来看这个 怎么样财政 问到问题 还是真的找到 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说 为什么会落入需要贵人 或者等待贵人的情况 为什么生命当中会落入需要贵人 等待贵人的情况 大概什么情况 困难 对 生命当中有困境 好 那请问困境是怎么出现的 英国 能够知道英国人 才会比较快乐一点 可是很多人 如果没有学佛 又不晓得英国 那会怎么样 这个他就没办法知道方向了 所以呢 会出现这种状况 通常是障碍跟不安 就是刚刚这位老师讲的困境 OK 生命当中碰到障碍了 生命当中出现很多事情 让我们心不安了 OK 那 光是知道这样 就贵人 问题就解决了吗 其实 更重要一个原因 是什么 障碍不安从哪里来 真的 你要问说 贵人为什么不出现 或者贵人在哪里 我们应该问的是 我们生命当中的障碍不安 到底怎么来的 障碍不安 障碍不安 有些时候 我们说我很努力 可是呢 就是出现有人专门跟我唱反调 可是有些时候 就是会 生命看起来 平平顺着突然出现 这个所谓的 让我们不安的情况出现 那 这个佛法里面讲障碍 从前面开始 来跟各位分享佛法了 那障碍不安 所谓的障碍 我们说 是让我们出现苦恼 那这些苦恼 在佛法来讲 所有的苦恼原因 就是我爱我见 这两件事情 什么叫做我爱我见 人活在这个世间 每天做了很多事情 很努力的 想要证明自己是有用的 然后呢 越是想要证明我是有用的 就有一个自我中心 然后呢 以自我中心来看世间 我对这个事情 我喜欢我不喜欢 然后呢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 在工作场域呢 会跟人家起冲突 是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 不相同的时候 一定是我的对 你的不对 我的好你的不好 那这就是所谓的 我爱我见 OK 也就是说对世间的看法 还有呢 对这个当下的这些境界 我们呢 生出了分别执着 生出了贪爱 那因为呢 这个我爱我见 所以对境 生出了贪嗔痴三毒 然后贪嗔痴三毒引发恶行 有了这个三毒 就会有一些呢 不太好的行为 那这不好的行为 就会隐身 那个不太理想的结果 所以呢 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图形 来跟各位做说明 我们的心里头 对境起了贪嗔痴 贪是那个境界我喜欢的 那嗔是什么 不喜欢的 你就会生嗔 这个生活上 我们有太多这个例子 有人称赞我们自己 说你呢 最近做了很多事情 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心里头会怎么样 欢喜 对不对 然后呢 不止心里有欢喜 还会觉得 你真正好人 还能够肯定我 这是贪心 因为瞬间 瞬间 让我们舒服的 我们就生贪 那要是有人呢 把我们呢 一直的努力 把他说得一文不明 也就是台湾话讲的 做到什么 做到老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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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心里头会很欢喜的 请举手 一定没有 对不对 所以呢 因为那个叫做沉 那贪沉 就是我们心对境的时候 就生出分别了 再来一个叫吃 吃是什么 每天日乎一日 过得平平顺顺的日子 然后呢 就觉得生命就是这样子 要是可以这样平安 顺利一直过下去 多好 有的时候我都跟人家开玩笑 各位都知道台湾话 有一句话讲 七月半啊 不知道是什么 七月半的鸭子 因为七月半要被人家拿去什么 拿去这个宰山要去那个祭拜了 对不对 那意思就是 你每天这样子 过得一直好像看起来平顺的日子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通常我们不知道 这个所谓的危险就来了 那个叫做什么 叫做鱼翅 每天日乎鱼翅 从来不会反显生命 没有想到生命 没有想到生活上的一些可能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贪嗔痴 那只要生出贪嗔痴 对境生出贪嗔痴 就会怎么样 就会有生口义的行为 杀盗淫妄 然后呢 其余两舌恶口 这是生口的行为 因为义 因为心里头起动了念头 生口 就会做出了生恶跟口恶 好 那有恶行 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造了一个恶因 这个生活上例子 比比皆是的 你看到一个人 不喜欢他 心里头 感觉我不喜欢他 心里头就说我不喜欢你 哪一天要两个人要一起工作的时候 你就心里头就不 就心里头产了排斥感 产生排斥感 所以呢 先造恶因 然后有外源聚足的时候 你的心就在当下 那个行为就产生一个恶果 就是苦恼 对不对 我不喜欢你 那今天我偏偏又碰到你 那我不得不跟你在一起 所以就是苦恼 苦恼的当下会怎么样 苦恼的当下只是被苦恼的感觉 那种追着跑 OK 又起了一个 不正见 贪嗔痴的 对那个事情 对自己 对环境 没有产出正确的看法 所以呢 生出不正见之后 接下来一个行为 一个结果是什么 就是 又是产生恶行 那恶行的结果 怎么样 恶行因缘技术 当然又是另外一个恶果 所以我们在看到什么 因为呢 贪嗔痴 所以我们一直在 这样一个所谓的 烦恼 恶行恶果当中 不断的流转 所以人生命当中的 很多的困境 可能环境不太理想 可是更大的原因在哪里 重复化角度来看 是我们心里头的问题 因为心里头有问题 所以呢 我们的行为 就是 本来我想要快乐的 可是我们做出来的行为 却让自己受苦 然后在苦恼的时候 又让自己心里头呢 用现在人的话讲 就心里头很不爽 好 那你心里头有很多的圈圈叉叉 对外外环境 你又生出更多的情绪 结果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子 一直在这里面滚 这叫做什么 叫做苦伦不止 一直在那边滚 一直在那边滚 好 所以呢 这是人 身心对境 当下的所有烦恼的一个根源 那佛话里面讲说 有所谓的这个三藏 各位知道三藏是什么吗 有人知道 业障 暴障 烦恼障 对不对 好 所谓的这三藏 基本上就是能够 会障碍这个圣道 也就是解脱的道路 然后呢 以及齐全加行善根 什么叫做解脱道路之前的加行善根 各位想去台北玩 你总要先存点钱吧 对不对 总是要有交通工具吧 可是呢 我们的很多的行为 就把我们呢 应该储存的这个 刚才准备的东西就破坏掉 然后呢 要往前路上走的 很多的东西也破坏掉 这叫什么 加行善根 你希望离开烦恼 你总是要身心 要安定 要能够呢 有那个条件 才慢慢能够离烦恼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的这些生口欲的行为 就把这些完全把它给破坏掉了 破坏掉 所以呢 这叫三藏 那经文上讲的三藏 就是业障 暴障 烦恼障 什么叫烦恼障 烦恼障就是 心里头的 我们刚刚讲贪嗔痴 所隐生的种种烦恼 那这个就是 因为贪嗔痴 所以呢 南生厌礼 南教会 南开悟 南得免恋 南得解脱 什么叫南得厌礼 呃 我们呢 有点年纪的 自己都看到 所有这样的人 或者我们自己一路这样活过来 都有这样的经验 有人给你闭一句话 请问 有人骂你一句话 你会记多久 几十年对吧 这个经常发生的事情 当你呢 对境产生贪嗔痴 然后把那个东西牢牢抓住的时候 你 南生厌礼 对那个事情 你就牢牢困在上面 难得免难 难教会 有人告诉你 你会说 那个跟你无关 所以你都在讲风凉话 你不晓得我被骂的感觉 你不晓得我心里头受伤多重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都是自我中心 所以呢 因为我们的贪嗔痴 就出现了这个状况 好 这叫烦恼 烦恼会障碍我们得到平安快乐 这是一个 再来 夜障 什么叫夜障 我们刚刚讲的 观念不正确导致行为发生问题 身口意行为发生问题 身口意行为叫做什么 叫做夜 OK 我们呢 心念动了 行为动了 叫夜 那因为你造了恶行 造了恶行 那这个恶因会招往恶果 那叫夜障 OK 好 那暴障又叫易守障 易守障 也就是说 你所造的夜 刚刚看到的 造了一个夜 一面成熟会有那个夜暴 那那个夜暴 会让我们不得平安 那 那个叫做什么 叫做暴障 或叫易守障 所谓易守就是什么 就是 随着时间改变 还没有陷起的 他会陷起 OK 所以呢 你今天心里头 很多人讲 今天心里头呢 看到一个人 然后呢 对他起了一个贪恋 就过几天之后 尤其男生女生 现在这个社会上 小三小王的事情很多 都是一炼贪 一炼贪 然后呢 因缘继续的时候 就发生苦恼了 那不只是说 这个 蓝色女色 包括呢 生活当中很多的欲望 都是这个样子来的 好 那么呢 这个三丈 烦恼 业障 暴障 那这个看起来 跟我们呢 好像 离得很远 但是我要 跟各位讲的 我们呢 从人生的过程来看这个事情 看三丈 从人生来看三丈 再来看说 我们呢 希望贵人 或者贵人 为什么不出现 或者要找贵人 我们刚刚讲 所有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怎么找到那个答案 好 人活着一定是 从自我中心 来看自己的生命 来看世间 我们 回顾一下 从懂事到现在 我们一直都在想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我要这个 我不要那个 人都很努力的 从自我中心 来看世间 来看我们的生命 所以呢 人 在世间就是一个我 为中心 我 那从我呢 活在这个世间 就是我们所生存的世间 所以从佛话来讲 这叫做正报跟一报 正报是我们这个我 人 的这个主体 一报是我们所生存的世间 所以呢 正报是有情的身心 一报是我们所生存的世间 那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 每一个人 都说这叫我 我们每一个人家里头 各位在座都有兄弟姐妹嘛 里面兄弟姐妹 每一个人都长得一模一样的 请举手 就算孪生的也不一定完全一模一样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就算是孪生的 然后呢 他们呢 两个人 开始长大 开始工作 他们两个家庭会一模一样吗 也不会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讲就是 在这正报 然后呢 一报 一报是我们呢 这个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 还有呢 衣食住的这些种种的条件 正报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活着 你生到这个世间 有男女的差别 有这个美丑 有这个高癌 有这个聪明一点 不聪明的这样一个差别 这叫正报 正报 一报 人来到这个世间 是这个受报而来 那在这个世间 在受报的当下 在这个世间当中 在这个世间当中 我们呢 会看到 因为我们过去所造的业 那今天所收到的报的报相 就不太一样 就算是兄弟姐妹 家庭生活 也不会完全一模一样 好 所以我们说 人在世间出现的生活 知据不足 要钱没钱 钱不够用 或者呢 人际关系不佳 或者呢 欠缺善友善知识 碰到烦恼的时候 没有人他我们一把 我们讲贵人 就很难出现 那这是什么 我们说 这叫做什么 叫做报仗 我们过去跟人家觉得 善缘不够 我们过去造的善不够 所以呢 今天在这个世间 我们希望 这个有人帮我们的时候 就很难看到有人帮我们 那有些时候 应该这样来讲 我看过 有一个老菩萨 八十几岁了 他前辈子很努力 都赚不到钱 可是到五十岁之后 突然有一天 他呢 就去弄了一个 本来是做真知 后来弄了一个 这个改成代工 代工做那个运动衣 结果呢 就短短的一两年之间 他有一次 有一次在分享说 那一段期间 他觉得他的钱好像什么 好像潮水 一阵一阵一阵进来 那那个 怎么样解释 前面五十年都很穷 到了后面的时候 突然 钱都进来了 我们说他因缘技术 他过去跟人家结了善缘 到那个因缘技术的时候 就出现 那那个人很好 是什么 他有钱之后 他不会 台湾要讲的 买买 然后他就到处去布施 尤其是附近那个村庄里面 有老人八十岁以上 他每一年 就办一个餐会 请老人来吃饭 然后来的人 每一个还给他一个红包 一千块两千块 OK 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是什么 我们呢 如果跟没有结善缘 那在这个世间 过去没有跟人家结善缘 这一生 我们活在这个时间 善缘就不会出现 那你结了善缘 什么时候会出现 就算你过去结了善缘 这一生什么时候会出现 不要等待 我们讲 等于后面再讲要有证件 好 那所以呢 过去的善缘不足 过去造的善不足 所以这一生 我们活在这个世间 出现了很多的缺憾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暴障 是因为过去造的业 今天所受到的这些苦恼 因缘不屈足 好 有一件事情 我想我们应该要了解的 人活在这个世间 一方面在受暴 一方面活在这个世间也在造业 在受暴的时候又在造业 所以呢 这个 罪乎苦暴虽然叫夜暴 可是在受暴的时候 要去造业 造业是谁在造业 造业是我在造业 对不对 是我在造业 我是什么 佛话来讲 我就是什么 就是五蕴 各位听过五蕴吗 在这里 色 受想行事 就是我们的 色是我们的这个肉体 生理的这个肉体 受想行事 是我们心里的活动 简单来讲 因为有这个身体 我们有这个身体 有身体的感官 所以听到看到 这叫做受 然后听到看到之后 你对那个所听所感的 那个东西就生出了分别 那是什么 去认知它 然后呢 你去认知它之后 接下来是 认知它之后 接下来的一个念头是 我喜欢 我不喜欢行 然后呢 把你这个当下 你感知的那个东西 你就往心里头送了 然后呢 从过去记忆库里面 再抓一个东西出来 那叫做什么 你往内送 这边 就是我们所谓的八四田里面 过去的经验库 然后呢 碰到境界的时候 又从这个地方 再抓一个东西出来 然后再指挥我们身体 外面环境去对应 所以我们刚刚讲 在受暴的时候 又在照夜 OK 人活在这个地方 在受暴 在环境里面 因为有身体 所以呢 有色 所以就会有受想形式 好 所以呢 我们说色是我们的根深 那个功能 是感知外境 然后受想形式 是我们的心里头的活动 它叫什么 就是我们的心事 叫做对境分别 贪爱执着 都是从自我中心去 贪爱那个境界 去执着 那个自己的想法看法 好 那贪爱执着 所以呢 这个两者合起来 就我们刚刚讲的 我爱我见就形成 我爱我见形成 就产生了贪嗔吃三毒 又贪嗔吃三毒 就是什么 就产生了烦恼脏 所以人在受暴的当下 人在这个世间 受暴的当下 是继续在造业 那造业 为什么造业 因为我们这个身体 这个地方 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外面的环境 可是我们感受到外面的环境的时候 就生出了分别执着 贪爱执着 好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因为呢 这个五蕴 昏回身心 那因为有烦恼障 所以就会指挥我们的身心 去做十种恶行 这十种恶行是什么 杀生脱道 邪淫妄语 其语 两舌恶口 贪欲称惠 愚痴 十种 那这十种把它分成三大类 就是生三 口四 义三 OK 这个各位老师以前都听过 身口义的十种恶行 也就是呢 因为贪嗔是自我中心 所以你的身心对境当下 会看到这个身体 杀生脱道 邪淫 邪淫就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那么 妄语曲语两舌恶口 就嘴巴呢 要不是又讲出甜言蜜语来骗人 要不是呢 就是呢 看到不喜欢的东西 就骂人 叫恶口 好 然后呢 根本的原因就是 对境又生贪嗔痴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身三口四义三 这个叫做恶业 身口义的恶业 身口义的恶业 会怎么样 造了恶因 就会遭感未来的苦恼 所以叫做什么 恶业自灾 这叫做业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在受暴的当下 又怎么样 又 产生烦恼障 那烦恼障 又产生了业障 那业障 造了恶业因缘继组的时候 又产生我们的烦恼 让我们的这个果报 现前又受苦恼 所以呢 三障烦恼 是我们刚刚讲的 人在受这个暴障 他是罪服 造善 当然享乐 那造恶 就是受苦 那罪服当下 我们又继续造业 所以我们呢 在受暴的当下 又继续造业 造业的时候 造业有这个身心 那在身心当下 又感知外境的时候 又生出分别 从自我中间分别执着 所以呢 受暴继续产生烦恼 烦恼当下 又继续造恶业 恶业的结果 最后果报 又是一个烦恼 所以这次人 我们刚刚讲的 在无时无尽的这个里面去转 那请问 如果是这样子 要离开烦恼怎么办 还有呢 这么多的烦恼 这三障烦恼 哪一障最重 暴障 业障 还是烦恼障 烦恼障 是最重的 为什么 你的身口意的外险的身口意行为 是心里头新鲜洞 新鲜洞 才有外险的身口的行为 所以呢 只要 这个 能够心里头 不再制造贪餐吃 那我们就有可能离开烦恼 那所以呢 要谈贵人 这个我们月类可以看到了 要从自己的身口意行为 来修正 作为 开始 好 那所以 把刚刚的那个图片的讨论 用简短的文字 把它做一个总结 我们说 我们人在受业报的当下 在受报的当下又再继续造业 刚刚各位看到了 受报当下又继续造业 好 那么呢 现在的受报 这个暴障 受报的暴障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福报不够 也就是过去所造的善不够 好 福报不够 所以呢 同时呢 心地昏暖 所以我们刚刚讲 谈诚实烦恼 福报不够 又本来心 又烦恼很重 所以心呢 很难清静 因此呢 这个 面对境界的时候 就生出了 这个很多的烦恼 那也没有人 能够告诉我们说 这个时候提醒我们 所以呢 受报当下 这个产生了烦恼障 因为烦恼 产生了烦恼障 可是烦恼障 障碍政治的 的身体 所谓政治 就是说 对眼前现象 对身心性命的现象 能够产生一个正确的认知 所以人在受报的时候 因为烦恼 所以缺乏政见 那么呢 缺乏政见 就因为愚痴 所以继续造恶行 就业障 那现在业障 又隐生未来的 这个业报 叫暴障 所以我们刚刚讲 一直不断的连锁 像滚轮上 一直在滚 一直在滚 原因 根本原因 就在我们心里头的 这个所谓的贪嗔痴 心里头的贪嗔痴 所以呢 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来谈 做自己的贵人了 所有人的烦恼 环境或许不是非常理想 可是根本的原因是环境 还是我们自己 是我们自己 所以呢 我们自己 问题在我们的心 问题在我们的心 所以呢 要做自己的贵人 应该要知道是 断恶修缮 广结善缘 作为我们一个 大概的一个方向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生命当中的一切困顿 跟所有一切的欲求不满 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一个我在那个地方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从小到大 你所有的快乐当中 是谁在快乐 我很快乐 对不对 那所有的不满 所有的这个愤怒 是我在愤怒 所以这一切境界当中 都有我 所以呢 换句话说 这一辈子 害自己最深的人是谁 自己啦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太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这一辈子 害自己最深的是自己 那能够呢 把自己拉拔出来的人 是谁也是自己 所以呢 这个贵人 贵人 我们在找贵人 应该往内找 不要往外去找 往内找 往内找 要怎么样 要了解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 那个所谓的贪嗔痴山毒 那个山障 一直滚滚滚滚 那个所谓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好 所以简单一句话讲 我们人活着 通常就是凭一个观念 一个感觉 OK 那你对事情的看法 对事情 对时间 对生命的看法 会决定 我们对我们的生活上的态度 我们的一个观念 会决定我们的态度 然后呢 这个态度呢 会决定我们的行为 那这个行为 会决定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面貌 各位在学校看那些小孩子 或者你会看到的 这个很多小孩子出现问题 观念偏差 态度不对 行为偏差 最后是什么 在苦恼 那这是别人的样子 事实上也是人 我们自己有的时候 不知不觉的一个样子 那在这个结果当下 又会去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我们的观念 这我们刚刚讲的 你在受暴的当下 又呢 生出贪嗔痴的想法 观念又没有修正 所以继续 态度 行为 又没有修正 所以呢 就在这里面去滚了 所以呢 真的要做自己的贵人的话 该怎么样 应该要改变观念 观念改变 行为改变 结果就会不一样 结果不一样 那我们呢 就会慢慢的 往更好的地方 而不会一直在烦恼里面 继续沉稳下去 那 根本原因 根本的一个就是 要过清静的生活 所谓过清静的生活 不是 不是说你不要活 而是说 不要去做一些 会招感烦恼的行为 啦 生活上 要是有一些东西 会让我们烦恼 会让被人烦恼 我们应该避免 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离开苦恼 好 所以呢 这个区域谈之前 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就是说 想要幸福是普世价值 意思是 没有哪一个人说 我活着不要幸福了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要幸福 可是 为什么很多人追求幸福 却是让自己更加不幸福 最近我在做一个幸福的研究 也就是拿一些资料来做分析 每一个人对你的幸福的感觉 让你去表示 从一到五 五是很幸福 一是非常不幸福 那有不同的层次 你告诉我说 你现在是 你的位置是很幸福还是很不幸福 然后呢 再收集那些这个问卷 去收集说 他的一些的背景 一些的资料 比如说呢 教育程度啦 结婚啦 离婚啦 或者是说失业啦 或者所得高低啦 那其中有一个这个资料 就是说他是婚姻状态 是结婚或者离婚 那那个问卷的结果 离婚的人通常会比较不快乐 OK 那这个大概符合我们一般的经验嘛 然后再来一个是 如果是回答说他现在是有婚姻的 那那个人会比较快乐 所以就有人就这样讲说 那个离婚不快乐 所以有婚姻的很快乐 那没有离婚的 还没有结婚的 是不是要努力赶快想办法去结婚 有婚姻关系就会快乐吗 其实我那时候跟那边讲一个就是说 虽然离婚不快乐 有婚姻也比较快乐 可是那些回答有婚姻又很快乐 通常是什么 是经过某一些的猛烈冲击之后 还活得下来的人 婚姻还保持人才是快乐的 是不是这样子 还有呢 你觉得有结婚的有婚姻很快乐 所以没有婚姻就想办法要变成要有婚姻 那你一路在追求婚姻 你一路就已经很不快乐了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外在的东西并不保证我们快乐 虽然我们都希望追求幸福 我们都希望幸福希望快乐 可是很多时候人做的很多事情是 过程当中就已经很不幸福了 然后呢 最后的结果让自己更不幸福 那为什么 就是对自己的生命 对世间没有正确的观念看法 所以呢 这个根本原因是我们刚刚讲的 贪嗔痴三毒 因为贪嗔痴三毒 所以呢 让我们本来想要幸福 最后变得非常非常不幸福 因此呢 我们呢 问两个很简单的问题 人活着 到底要怎么样让他幸福快乐 人都要幸福快乐嘛 那怎么样才能让他自己幸福快乐 再来一个问题是 那不只是幸福快乐 还可以究竟的离苦得乐 不快乐的事情都不会再出现 各位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慈悲 慈悲 很好 然后呢 正面思考 还有呢 大声一点 帮助别人 那边还有个声音 正面 正面怎么样 正心正念 正心正念 好 其实 慈悲 没有错啦 慈悲可以呢 关心别人 可是 我们通常听到 有这样 另外慈悲上面加一个字 加一个字 那个字叫 烂慈悲呢 会快乐吗 所以慈悲要有智慧啦 也就是 不只是要慈悲更重要要有智慧 没有错 我们这位老师 究竟是 年纪比较大 精力比较多 好 所以来 我们要讲的是几个大方向 假设 我们从零开始 我们现在 假设 我们现在 对于怎么样快乐 还不是很确定 对于怎么样 离苦得乐 还没有很确定 那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 第一个 要发证愿 发了愿之后 要学证件 有了证件之后 要开始修这个证行 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行为 要修正 然后呢 人活着还是要活 你总要有东西 让自己活下去 要赢证命 所以呢 这是 接下来跟各位分享的四个大纲 这个要成为自己的贵人 观念上有的都知道 所有烦恼 就是我们身口欲行为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不快乐 或者不平安 就是我们所谓的出现 三丈烦恼的问题 那所以呢 应该要发证愿 学证件 修正行 赢证命 这四个 好 所以接下来 从这四个标题 一个一个来跟各位谈 发证愿 要先跟各位分享的关系就是 证愿 那个愿力 是把我们拔出苦恼泥招的一种动力 你都不想出离 自己都不想出来 别人怎么拉也拉不出来 所以呢 这是自己要产生这样一个动能 这个 才有办法 那我们说烦恼是一种新的状态 愿力也是一种新的状态 所以呢 烦恼是让我们呢 产生这个污染 我们的身心的 或是扰乱我们身心的一些的 这些的状态 贪嗔痴慢疑 恶见 这一些 那呢 这个人通常以贪嗔痴 这种烦恼为因 然后呢 因为我欲我职 我要怎么样 然后呢 我觉得怎么样好 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看法 所以呢 就怎么样 这个沉沦这个苦乐的境界 无法处理 苦的境界 没人要了 乐的境界好不好 每天都活得 觉得活得很快乐 其实 每天活得很快乐 就会失掉对生命觉察的能力了 打个比方来讲 蚂蚁很喜欢吃糖 对不对 如果把一只蚂蚁 装进一个糖罐里面 让它永远在里面 请问这些蚂蚁最后在哪里死掉 在糖罐里面死掉 就一辈子就是蚂蚁 对不对 所以呢 苦后热 基本上 当然热是可以让我们心里头 会很愉快 然后呢 能够有一点生命的一种舒服一点 可是如果贪着热 事实上也是一种烦恼 因为 有一句话讲到热即怎么样 热即生悲 没有错啦 那所以呢 这个 不管苦乐 我们只要执着那上面 最后就是烦恼 那所以呢 烦恼的根本的吸附力就是爱欲跟染灼 看爱 然后呢 对那个境界一直牢牢抓住不放 不管苦乐境界 乐乐境界牢牢抓住不放 那么这是我们呢 所有烦恼的根本爱欲跟染灼 所以42章经的这个一开始说 人与爱欲交错 心中灼心 顾不见到 如等是他们当舍爱欲 爱欲够尽 道可见义 意思就是说 我们人每天都被那种 贪嗔痴的境界 把我们困住了 困在那里的时候 每天都随那境界一直在飘 一直在飘 心永远没有安定下来的时候 你就看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自己怎么在活 然后呢 烦恼来的时候也不晓得怎么去安自己的心 那如果能够面对这种所谓爱欲 这个贪爱的境界 能够让那贪爱心能够放下的话 心就会慢慢慢慢清楚 心清楚 我们呢 怎么样来离苦得乐的道路 就会看得清楚 所以呢 断烦恼要从什么 发正愿开始 我刚刚跟各位分享过的 我们身心对境的时候 对那个境界我们怎么样 生出贪爱 分别 我喜欢 我不喜欢 喜欢的你就牢牢抓住 想办法要去增强 那不喜欢的就怎么样 讨厌 然后想办法把它消除 所以呢 不管贪或者是喜欢不喜欢 通常就是烦恼 或者对境浑然不觉 那叫愚痴 因此呢 所有的烦恼 都是一种心的力量 心 我们的心 烦恼是心的力量 所以呢 这个心的力量 这是烦恼 可是怨力 愿力 是不是也是心的力量 愿力 也是心的力量 所以呢 我们应该把那个心 要转过来 从贪着烦恼 把它转成一种正向的欲恋 那这边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增长善法欲 断除杂染欲 学佛 有人都说 学佛 你们学佛应该没有欲望啊 错的 没有欲望是 不要有杂染的 贪爱的欲望 你应该有正向的 正愿的那种欲望 那这个心力 才能够让我们慢慢离苦得乐 所以呢 同样一个心 从烦恼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善法欲 什么叫善法欲 追求善法 利己利人 道德征仗的愿望 不要再跟过去一样 追求贪嗔痴 那所以呢 对于欲望 我们呢 不是去讨厌它 而是怎么样 去看清楚它 不要再被欲望骗了 或者更简单的一句话讲 不要被我的感觉给骗了 各位老师 记住这句话啦 不要被我的感觉给骗了 非常重要 我们深信对境当下的时候 那个感觉一开始 但是 你只要圣族喜欢不喜欢 你后面 排山到尾的念头就来了 所以呢 那个感觉当下一个念头 知道就好 不要被那个当下的 喜欢不喜欢的感觉给骗走 OK 那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讲善法欲 你心一直要维持来这个地方 我不要被我的感觉骗了 我不要被我的现在一念 这个感觉当下一念 把自己拉着跑 OK 好 所以呢 佛法修行人天圣是节欲 小圣是礼欲 大圣是化欲 所谓的节欲是什么 我们不要再被欲望 在欲望里面滚了 就是说你要修人天的幸福 你不要再被这种自我贪爱的 在杂染欲望拖着走 那呢 如果是要修这个所谓的 出离苦恼的二圣 就是圣文跟圆结 他们修这个 要出离生死 要离遇 然后呢 可是呢 这个大圣要出离生死 再入离生死 要化育 要把那个欲望把它转化成一种 本来是杂染贪爱的 把它变成一种生命的动力 那不管怎么样 非常重要的 想要离烦恼 要有智慧做基础 要有智慧 什么叫有智慧 智慧我们都会讲 那佛法讲的智慧 跟世间的智慧有什么不一样 世间的智慧 有很多人都说 这个有点聪明 接着让人做地灰 可是那个智慧 我们叫做四字变充 佛法的智慧是什么 是没有自我中心的 那种心的清静的状态 无我的 无我无我 没有杂染的那种心的状态 那叫做清静的智慧 那这个智慧 才是能够呢 让自己离烦恼 也能够帮助别人离烦恼的动力 那要能够离烦恼 知道了 并不是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 我通常都碰到这种事情 很多人 因为我在外面有的时候 上课上很多 有的人经常来跟我讲 老师 你说我都听了 但是呢 只要碰到境界线前 我只有两个字可以说 哪两个字你们知道吗 破功 他说我都知道了 可是面临境界线前就破功 为什么 很简单就是 第一个观念 你虽然知道 可是呢 还没有内化 变成自己的一种思考行为的准则 OK 我们呢 这些观念要慢慢内化 这是第一个 可是要内化之前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要发愿 发正愿 要发正愿 对 对 请不吝点赞 银行 005 帐号 012 001 198 660 012 001 198 660 以任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长期如数者 该如何使营养均衡 一 正是植物性蛋白质的补充 黄豆制品是品质较优良且较经济的植物性蛋白质的来源 可多选用 2 多吃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 矿物质以及维他命C 柑橘类的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可帮助铁的吸收 3 坚果类食品以及零食不该食用过量 以防热量过高级肥胖症 4 饮食需广泛摄取各类食品以维持均衡 5 注意维生素B12及D的摄取 多外出晒太阳 并且多多食用不含草原素